前一阵子我就和大家分享了几个有关于投资加密货币的影片 也和大家分享了几个比较稳定低风险投资加密货币的一些平台 马上就收到了很多小白的影响 以及对于投资上的一些疑惑 好耶好耶到底什么是稳定币啊 我应该要怎么充值啊 哪一个交易所比较好啊 手续费应该要怎样计算啊 然后我要怎样出入金啊 嗨大家好我是好耶 陪你一起学习学校没教的知识 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有关于加密货币你必须要知道的十件事情 让你在投资的路上多一些知识房生 少走一些冤网路 第一虚拟货币交易所 在你使用虚拟货币进行消费或者在投资之前 你就必须要先购买加密货币 而交易所呢可以简单理解成 由私人机构开设一个提供买卖加密货币的平台 一般需要经过身份验证的程序并且审核通过 就可以将法币入金到平台 转换成虚拟货币来进行交易的 那交易所可以分为两种 有支持法币的以及没有支持法币的交易所 像是支援法币的交易所就会比较方便一点 可以直接用信用卡的方式来购买 相反的没有支援法币的交易所 一般称之为币币交易所 那对于要如何选择交易所 最终还是要考量监管的因素以及手续费 因为这会直接影响你之后入金出金的体验 同时也可以把币种的选择 安全性利息等纳入考量 那目前比较主流比较出名的这个交易所 就包括了Binance币安 Coinbase FTX Block4 以及Coolcoin Cool币等等的 大家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选择 第二虚拟货币兑换所 兑换所的平台会提供买卖汇率或价格 用户可以直接进行兑换 就像是去银行 当补 或者是马来西亚的Money Changer换汇一样 按照汇率将法币 比如说台币或者是马币 港币换成虚拟货币 然后也可以将你的虚拟货币转换成当地的法币 那相对于交易所 它的优点就在于比较简单理解 操作也比较方便 而且很少会有监管的问题 因为他们有跟着当地的法规才能成立的 那缺点就在于他们的币种选择可能就会比较少 以及获取利息等等的功能 大多数的兑换所都是没有的 那目前台湾比较知名的两件加密货币兑换所 分别就是Minecoin以及BitoX 甚至利用BitoX其实在全家便利店就可以购买比特币的 新手入门的门槛非常的低 那马来西亚的话就会推荐Luno这个兑换所 因为呢它操作非常的简单 而我自己也有研究过 买卖差价是比起很多P2P的平台还要低的 这些当地有执照的交易所 可以方便你出入金 换成当地的货币 汇款到自己的银行那边去 所以我每次都会用Luno来充值 然后再转币到投资平台上面去做投资 那如果赚够的话 就会再转回来Luno这边换成马币 第三钱包 如果你没有在交易所 又或者是其他平台进行投资的话 会建议你将你的这个财富 转移到你的私有钱包 毕竟这才是完全的去中心化嘛 那目前加密货币的钱包 应用和种类都蛮多的 到底哪一款才适合你 需要你之后呢慢慢去理解 那这边就先简单的和大家介绍一下 钱包的两大类型吧 分别是这个冷钱包还有热钱包的 热钱包简单来说 就是在网络上的钱包 一般通过电脑或者是手机APP来操作的 由于不需要另外购买设备 所以呢使用性非常的高 深受新手投资人的喜爱 但同时呢 私要保存在网络上 被盗取的几率会比较高 所以安全性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一般我们常见的就会有 交易平台或者是投资平台 本身就有的这个热钱包 又或者是安装在手机上 电脑上的这个热钱包 比如Trust Wallet或者是Exodus 再来就是冷钱包 也称之为离线承包 通常是以USB设备的形式存在 冷钱包平时啊都是离线的状态 只有需要被交易的时候呢 才会接上网络 所以很难被黑客入侵 因此呢安全性是比较高的 那么比较具代表性的冷钱包 就包括了Trust Wallet 当你在购买冷钱包的时候啊 请务必要确保商家是可信任的 最好是直接向官方来购买 一般上的这个电商平台上看到的 又或者是别人所用过的二手的 完全不建议购买 有很大的可能性 有施药外流的风险 如果你的加密货币没有很多的话 就不太建议使用了 因为真的实在不便宜 第四 KYC认证 不是说好要去中心化吗 为什么还需要知道我的身份 KYC实名认证啊 经文叫做Know Your Customer 简单来说 为了金融安全 反诈骗 防洗黑钱机制 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 所以平台需要顾客提供相关的资料 通常会要求顾客提供身份证明 和常驻地址 当然目前平台会这么做的原因 就是为了符合政府的监管条件 你也可以把它称之为一个参考点 如果你使用某一个平台 有认真的实行KYC的话 那么它呢卷款走人 或者是被政府封锁的风险呢 就会降低不少 第五 稳定币 如果你想要投资加密货币的话 就一定要懂稳定币 因为它是投资币圈的入场券 稳定币是锚定法币的加密货币 主要功能用于价值衡量 储存 以及方便投资 因为呢比特币啊 每天上上下下 都会让人不安心啊 但如果你有稳定币的话 它就是稳稳的一美元 比如一美元就等于一个USDT的稳定币 当比特币大跌 你想要抄底的时候 马上就可以用这个稳定币 来去购买比特币来抄底 当你觉得这个比特币 已经很高的时候 你想要把它套现 你马上就可以把它转换成这个USDT稳定币 就可以避免套现不了的问题 那目前比较主流的稳定币 就包括了USDT USDC 以及DAI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虚拟货币当中的美元 它们都是和美元挂钩的 所以价格从发行到现在都处在于一美元 USDT呢 是最老牌的稳定币 也是目前市面上流通最多市值最高的稳定币 是由低特公司所发行 但每隔几年呢 它就会换办公司 资产配置呢 也比较不透明 所以被视为地下经营的稳定币 而USDC则是第二大的稳定币 由交易所巨头 Coinbase 以及Sirker公司所发明 在美国皆持有合法执照 每个月都会安排美国前五名的会计公司 Granton LLP 公开提供一份资产验证报告 相对于不知道在哪里办公 而且创办人和财务长一直保持神秘的低德来说 USDC普遍被认为更加的透明和更加安全的选择 而DAI则是由使用者自己拿着ETX抵押品合约发行 类似像自动贩卖期 那操作相对比较复杂 用于囤币和投资的用途就不大 这边就不详细阐述了 那简单来说啊 就是大家都在用USDT和USDC 然后持有USDC呢是比较安全的 来敲重点哦 这是许多新手很容易犯的错误 所以千万要注意听哦 首先呢是钱包的地址 当你创建一个虚拟货币钱包的时候 你同时也会得到一个收款的地址 类似于你的户口账号 如果你想要收款又或者是出金的话 就可以把这个币转到这个地址上面 像完了如果你今天要转账又或者是入金到某一个平台 你就需要把你的资金转到对方的这个收款地址上面 不同的币种比如比特币以太币等等都是依赖不同的这个区块链网络来做记录的 网络不同架架就不一样 就像是不同的银行 它的这个账户号码长度也不一样 不同的国家 它的地址格式也是不一样 但意义都是一样的 就是给你收款用的 唯一你要注意的就是啊 比如说当你在转账USDT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有好几种不同的链的类型给你选择 一般是ERC20 TLC20和OMI 而大多数人就卡在这里了 其实简单简来说 他们都代表着一个区块链的链类型 那到底你应该要选择哪一个呢 通常情况下越贵的就会越安全 但如果是我呢 就会选择这个费用最低的那一个 因为我觉得区块链技术本身就是非常的透明的 但要切记的是 他们是不互相通的 也就是说OMI上的USDT是无法转到另外两条链上的 所以在交易所冲提USDT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这种地址的种类 转错的话就真的GG了 那其他币种转换的方式也是雷同的 只要按照指示做就可以了 第七汇率和手续费 这也是蛮多新手一开始会忽略的重点 导致呢 结果还没有投资的时候 就已经亏了一大笔手续费 这主要发生在当我们以信用卡 入金到法币平台 又或者是交易所的时候 界面呢 一般只会显示手续费是多少 但真正的魔鬼呢 是隐藏在这个汇差里面的 所以呢 你可以先在平台上去选几种入金的方式 看一看这个界面显示 入金是多少的法币 可以换取多少的加密货币 然后呢 你再按照这一个标准呢 再去谷歌一下 兑换到的总额是多少 这时候就可以知道 值不值得你用这样的方式来投资的 那通常平台的手续费啊 都是3到10%不等的 到最后用了那么多之后 我发现到啊 其实你选择自己国家 有执照的加密货币兑换所 这样的入金方式是最值得的 出金换币也比较方便 这一个呢 在第二点 虚拟货币兑换所那边就有提到 大家可以回到那一段去那边参考 第八 白皮书 假设有一个朋友 向你介绍某一种币或是平台 那你要怎样确认它的可靠性 以及如何了解它未来的潜能呢 白皮书就是你最好的路口 我一般会以四个重点来看这个白皮书了 首先是项目概念 到底它是做什么的 功能是什么 我会专注在它的创新之处 如何取代以及改善现有的功能 再来就是团队 目前的加密货币啊有点泛滥 谁都可以创造自己的币种 那么创始团队成员的经历就非常重要了 除了要具有强大的技术 才能保证它顺利的运行 同时呢 成员的名气也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可以让项目的推广更有效率 再来呢 就是看代币的分配机制 可以看一看项目方的总发行量 通货量 私募 团队持有的比例 举个例子来说 假设团队自己持有的币超过20% 然后持币的封锁期呢 低于一年的话就有点不对劲了 通常身为团队或者是私募机构 都能收购比市价更加低的代币 会有相对的优势 在持有大量代币的话 就可以操控这个币价的 所以投资者成为韭菜的风险就会比较高 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粗暴的方式 就是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你学生在交作业 看看它的这个篇幅是不是很短 有没有多个语言 还有里面有没有一堆措置等等 如果它的这一份作业都不认真做的话 那其实就会有诈骗的可疑 第九 Define Define是去中心化金融 Decentralized Finance的缩学 简单来说 就像是加密货币世界里面的银行一样 你可以在上面进行各种的金融活动 比如存款 贷款 投资 融资 质押 买保险等等的 那因为利用了区块链的智能合约技术 达到了自动化 大大的降低了各种成本 也很大程度的避免了黑箱的交易 那投资Define就像是投资银行股一样 会给你赚股息 银行用你的钱去做各种金融活动 然后赚到之后就分离一些 而Define最近是比较热的 所以给用户的回酬也是非常高的 高达30-70%都有 其实流动性挖矿 又发明 这个和我们经常听到的挖矿不同 是指投资人为平台提供流动性 你获得平台所发放的加密货币作为奖励 也就是刚刚所提到的投资Define 这是因为以往传统的交易 都是采取撮合制 用户时常因为买卖价格不同 所以无法达成交易 相对的 如果你借给平台大量的资金 他们就可以直接跟用户进行交易 让交易实施成交 提升用户的体验 当然 他们也会把收到的手续费 分给你作为奖励 简单来说 就是你给用户提供自己的资金 平台就会给你相应的奖金 那如果你有看到质押 投资Define 或是双币配对 其实就是流动性挖矿的一种 那么最大的风险就是在于平台的流动性突然不够 又或者是被黑客入侵 所以流动性挖矿还是会存在一定的风险 好了 今天的影片我就先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观赏 希望今天的影片 十大加密货币的知识 可以让你以更加浅白的方式 来了解加密货币的世界 在投资的时候也不会一头雾水 最后还是那一句话 投资有风险 入场要谨慎 那如果有什么其他想要知道的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也会尽量的总结 做一个影片和大家分享看看的 谢谢大家观赏 我们下一期再见